大家好,終於可以開始了 剛才音樂會閃,所以就比較晚一點開始 那今天...還是在閃 今天我們要講的題目是 On Component Interface 我現在任職於LINE 在訂這個題目之前 我本來是想說 我是不是就訂On Interface就好了 可是想說 這介面 難道我要連UI一起講嗎 後來發覺說不行啦 那個UI的話超過我能力範圍 所以就只能說 Component Interface 因為這樣就是不包含UI 就是API跟Vocal 然後第一個問題是要問各位說 當你在做軟體系統的時候 你大概在你整個開發的過程裡面 你花費了多少%的時間 在你的interface上 如果你是做Backend Engineer 然後你提供的API 給frontend或其他人使用 可是你的API很難用 或者說你設計的Protocol給別人用 可是你的Protocol也很難用 那... 這樣子會變成說 也許你的實作是正確的 可是你創造價值卻讓人家很難去感受到 然後人家每次用你做的東西 就邊用邊罵 所以這個interface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大家看看就好 反正一開始就是解釋interface 然後解釋component 然後再來就進入重點 就是component interface design 最後探討一下error message 為什麼要探討error message呢 因為其實就我個人的認知 我覺得error message也是interface的一部分 為什麼因為... 如果說你設計一個component 那別人來用你的component 他在用的時候 正常的情況下 他用的是你的API 可是他遇到異常的情況 他就會接觸到你的error message 然後如果你給他的error message 他都看不懂 然後或者說你給他的error message 完全不能引導他解決錯誤 那... 其實你的interface的設計 你只設計了正常的情況 你沒有考慮不正常的情況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interface的圖解 簡單說就是你有一個model 然後有一個interface 然後外面就是environment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些經典的case study 好 Editor 它的interface 不在今日討論的範圍內 我只是舉例 像我們有傳說中的兩種編輯器 一個是Vin 一個是emax 然後大家可以看 如果說編輯器就像 那個底下的那個椭圓型的話 Vin它的interface 特別好的地方是 它在它的editing interface 因為它有好幾種model 然後這是一種model的interface model 有情境式的設計 然後這件事實上 Vin的操作 它的那個指令是可以組合的 然後emax它厲害的地方在於說 它在那一圈 那個藍色的那一圈 它是提供你elisp的programming interface 所以 其實像 我相信 世界上各式各樣的語言社群 你們最愛用 使用率最高的 編輯器 應該都不會是Vin跟emax 可是有一個社群例外 有一個社群叫closure社群 它使用比例最高的那個編輯器 是emax 那為什麼呢 因為emax提供的那個 elisprogramming interface 是 對那種closure programmer來說 我們要做插件 這是最自然的 所以 這個就是 會有 就是說 我要表達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 你的interface如果好 對你的使用者 他覺得很familiar 他覺得說這個東西 我就是一看就會用 那你就會 很吸引你的使用者 然後 這個是可以從統計上做 看到數值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Vin normal mode semantic 它大概基本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代用Vin 然後這邊快速代過 就例如說 你今天你要砍掉兩個單字 D D2W 看到底下的那個example 然後或者說 你要從現在開始刪除 刪到hello這個字串 出現為止 就是 D斜線hello 斜線hello 斜線hello就是搜尋hello 那你的這個操作指令 它基本上就是 Follow上面的semantic 就是說 首先D是對應operator的部分 然後Count是對應2的部分 Motion是對應W的部分 那基本上大概就是 就是這樣子的東西 那為什麼我特別提呢 因為 就我所知 世界上大部分的editor 都沒有辦法提供 類似這樣子的interface 就是說它的interface 跟人家不一樣說 欸你的指令是可以組合的 所以你可以表現的 語意變得更加豐富 那 為什麼interface非常重要 就是說 你的interface 它決定了 你的這個東西 的使用者 能夠用它 用到什麼程度 好 那 於是你在設計系統的時候 你就要開始去想說 理想的情況下 是說 你今天你做的系統 它在interface 也簡單 所謂簡單 不是說很簡單做 而是說 你能夠做到 關注點分離 這叫簡單 然後它的implementation上面 也很簡單 那就是右上角 一百分 那如果兩下都做不到 那當然左下角很糟 那 你如果只有 interface簡單 可是你的implementation很複雜 那 我個人的觀點是說 你得到的分數應該是 90 然後加上 那個 一是你的 得到的 exploitation value 然後over t 就是 隨著時間 的流逝 這個東西會越來越好 然後如果你是 implementation簡單 可是 嗯 interface很複雜 很難用的話 你隨著時間的流逝 它是從90分往下點 減 有一個是從90分往上加 那為什麼呢 因為 隨著時間的流逝 就是 軟體這個東西 它 造出來後 它是對真實世界去探究真實 所以 你一個軟體做出來後 你就會 你一直在用它的時候 你就會了解更多 你在做出來 你所無法了解的事情 所以 本來 你只能做到 interface簡單 你的實作可能很複雜 或是你實作裡面 可能就有些地方 就是做不好 你隨著時間的流逝 你把實作就改進了 像 例如說 JVM 它已經出了好幾個版本 可是 你interface簡單的話 你使用 用這個東西的人 它都不會覺得明顯的改變 所以 它的value 就一直在增加 就是說 怎麼越來越好用 東西越來越快了 好 那如果你今天是說 implementation很簡單 可是 interface沒有那麼好 它沒有那麼的可以組合 做到關注點分離 那是不是隨著時間的流逝 你的 終於 到了一個 臨界的點 你覺得 你的interface要升級了 你要 產生了 API version 2 API version 3 好 那這都出現什麼問題 啊 舊的東西就壞掉啊 backward compatibility就壞掉啦 所以你舊的東西就壞掉 然後你就創造了 大量的 工作機會 當然我希望是別人的工作機會 不要是你自己的工作機會啦 好 那接下來進到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關於component 那 好為什麼我們要把我們的程式碼 切割成為component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希望我們能夠從更高階的角度來思考 然後或者說 我們切成component以後 例如說你有A component B component 然後 A component歸A team管 B component歸B team管 然後 他們平常就是透過API溝通 然後 要吵架 又意見不合 就只有API 要討論API的時候 平常就可以在team裡面自己好好解決掉 好 這就是理想的情況 那 component這麼好 所以問題就來了 那我們要如何 把component的邊界界定出來 哪些要在這component之內 哪些要在component之外 那大家可能有聽過所謂的convelo 那就是說 一個公司的組織架構就會反映在它的軟體上 軟體的component架構就會反映在公司上 這當然是很常見的情況 可是 應該要這樣 這是 一個是實然性 一個是因然性的問題 那其實 我覺得比較好的方式是說 你要從Purpose開始尋找 就底下那個橘色的字 Begin from purpose 好 那我們要如何尋找到Purpose呢 就是說 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沒有看過一部電影 那個 阿甘正傳 然後那個次官長問阿甘說 阿甘你來這邊的工作是什麼 阿甘說我來這邊的工作就是服從你 他說 讚100分 從來沒有人給我這麼好的回答 你的智商一定有160 好 那個Purpose就是說 通常你要尋找你的Purpose 是說 你要問 為什麼我要做這個 然後 所以你 當你在做一件事的時候 你如果會去問為什麼要做這個 要解決什麼問題的時候 你會找到Purpose 然後 如果說 例如說 你現在已經在 那個Purpose的Layer 然後 你問自己 這件事情要怎麼做的時候 你就會 從Purpose 走往Implementation 然後 Purpose跟Implementation 我們常常會搞混 不然我舉個比較常見的例子來說明 像例如說 像現在有很多的公司 它就自稱自己為 AI公司 自稱自己為 區塊鏈公司 然後這對我來說 我都覺得很奇怪 因為 你是透過AI去解決某個問題 例如說你透過AI去解決 買東西的問題 那可是 你怎麼會定位你自己為AI公司呢 因為 消費者使用你 消費者的Purpose 消費者的用途是買東西啊 所以應該是 你應該要說你是 就是 你可能是電商網站 或者之類 因為你不會用 implementation 來定義你自己 好 那這個是 那 類似的問題 我們在Programming的世界 也常常遇到 我們來看一些 經典的Case Study 有一個很常見的函數 但是可能 各位如果是寫Java 就可能這輩子沒有寫過 一個叫做CAR 一個叫CDR 它是CommonLisp裡面的函數 CommonLisp1980年代的東西 然後CAR是什麼意思呢 它就是 Copy Address Register 然後CDR代表什麼呢 它就是Copy Decrement Register 然後你看了這個函數名 然後你就會想說 這個函數到底是用來幹嘛呢 好 這樣子的函數 它到了closure的世界 CAR被改了名稱叫First CDR被改了名稱叫Rest 有沒有人想來猜一下 它是做什麼用的 簡單來說就是 你有一個Array 然後如果你用First去處理它 你就會拿到第一個 然後如果你用Rest處理它 你就會拿到 從第二個到最後一個 好 那 這就是一個範例 就是說 在1980年代的時候 他們把這些函數取名 然後那時候的電腦工程師 他們就 NameMing for implementation 所以 因為那個時代 實作CommonLisp 他們就真的用Register做 因為closure是做在JVM上的 然後 那時候的不是這樣 所以 它就真的取名叫CR 然後 那就真的只有CommonLisp 看得懂了 所以 其實你NameMing for purpose 很重要 因為你一旦是NameMing for purpose 你是為了使用這個API的人而命名 而不是為了你自己命名 你如果是NameMing for implementation 你是為了你自己命名 不停的告訴人家說 看 我做這個implementation 多麼的smart Copy address register 好 所以 記得 那個 命名的時候 你就要去想Purpose的問題 好 即使是這樣子 我們要找出 一個component邊界 也許還是 沒有這麼容易 那還是有些guidline 就是說 你可以去想說 呃 這些function 這些function 它都是 在 同一群的 資料上 同一種類型的資料 例如說 可能是XML 可能是Json 那你就把它 Bind成一個component 然後或者說 你今天 這些component 要處理 這一群 function 它要處理的資料 它有相同的lifetime 例如說 它就是固定 呃 一個月 固定三天 或者說它是周期性的 然後或者說 今天 你要 呃 這個component 它 它是去 處理外界的一個API 然後這幾組API 都是同一間公司做的 所以 你可以預期說 他們將來要改的時候 就是 一起改 所以你也是把它們 幫你成component 因為他們 外界的change of requirements 是類似的 或者說 這個component 它使用的resources 它都使用 queue 那 這也是一個guidline 可以考慮說 把這些code 辦成component 好 那 最後 這是一個圖 就是說 這個是 Haskono architecture 就是六角形的架構 那 最核心可能是 domain layer 然後 外部 就是 外部 就是 各式各樣的service 然後component 是 是 中間有一個 藍色的部分 就是說 你如果一開始的時候 你可能是monolithic 可是 隨著 東西越長越大 你就把它可能有相同data的 相同life cycle的 相同change requirement的部分 identify出來 如果說 你可以找到一個很不錯的purpose 把它mine在一起 它就形成一個component 以後 其他人要跟它溝通 都透過API 那 哪一天 它真的要升級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 就是說 你只要API不改 裡面的東西都改掉了 然後其他人也不會受到影響 我所謂其他人是指說 這個系統 除了藍色以外的部分 都不會受到影響 好 那接下來進到今天的主題 就是說 component interface design 基本上就是 主要兩種approach 一個是API 一個是protocol 然後 可是接下來大家注意到 那個API下面有一台 好像小字 喔現在閃動非常快 那個 大家要速讀才看得到 好 沒問題我練給各位聽 就是說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設計API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已經設計了一個protocol了 然後這句話怎麼說呢 我沒有舉個例子 我這邊自己舉個例子 例如說 你設計了一個API 然後它的用法 就是 你一定要先call A 例如說你API有ABC三個 然後你的用法大概就幾種 第一種是先call A再call B再call C 然後第二種是先call A 然後B可以call兩次再call C 然後第三種用法就是先call A B可以call N次再call C 那其實這個sequence是固定的 然後你絕對不可以說先call A再call C再call B 這個就錯了 那如果你設計了API它的標準 合理的用法就是這樣子的話 那今天你是不是你已經隱含了設計了一個protocol 就是說它就是有一個sequence在 那如果說 這個東西就是一個protocol的時候 那是不是說 如果說你今天呼叫它的人 是透過網路來呼叫 然後你是不是可以 你如果已經明確知道它是一個protocol 你是不是可以在網路上 例如說你就是找一個 新做一個service 去檢查它傳輸來 在Network傳輸的時候 然後你就看例如說我是呼叫方 它是被call的 然後我今天如果傳輸過去的資料 一開始第一次丟A 然後第二次丟C 然後中間監聽那個網路傳輸 它是一個check 它就檢查說不行 這個圍板破了call 立刻噴error 錯了重call 然後這樣子 是不是很清楚 因為為什麼這樣會很清楚 因為其實你在定這個API規格的時候 你如果能夠把你這個東西 合理的使用情境 就是這個protocol 都想清楚了 那你的使用者它就不會說 好我試了A 然後試了C 然後最後這個系統就 它經過一輪的運轉 例如說進去跑 跑一個鐘頭以後 然後說失敗了 然後再上網到Stack Overflow Stack Overflow 講說不行 它合理的用法就是先扣A 再扣B再扣C 可是其實 其實不是啦 因為你是設計這個系統的人 你一開始就可以跟人家講說 這個東西就是要檢查的嘛 因為你甚至可以這樣設計一個檢查 好那這邊談到API設計的時候 我們可以探討一些 常見的不好的習慣 好這邊要講一下 為什麼不是那個好習慣呢 因為其實不瞞各位說 我從年輕的時候開發軟體到現在 年輕的時候常常說 每次不會的時候 就是上網Google什麼事情 然後這後面就加一句 Best Practice 然後結果後來找到的東西 今天都變成我這邊的Bad Practice了 所以那個 我很擔心說我這邊放Best Practice 以後哪一天隨著時代演進 後來又發現我是錯了 然後我又覺得我有誤導人家的情境 所以我是覺得說 我確定錯了 我蠻確定的 那什麼是一定對的 這個保守一點 好 第一個是說 什麼叫做Decensive API Example 例如說我們看這個Example 就是說首先資料庫要連線啊 然後Cue要啟動啊 然後Credit Card的處理器也要啟動啊 然後產生Credit Card 然後Charge 喔 這個 為什麼我說這有欺騙人的行為 其實這個問題跟剛才那個Proco有點關係啊 就是我們來看一個比較好的設計 比較好的設計是說 你要選這樣子 因為 其實 你比照這跟上面的時候 它的順序是一樣的 可是你用這個方法來設計你的API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說 你要用錯很難了啦 為什麼 因為你看 你db一開始new的時候 你就產生一個dbavailable 然後你要new offline queue的時候 你的行別就指定說 你一定要拿到一個db 所以你第二個是不是一定依賴於第一個 然後你第三個是不是一定依賴於第二個 所以你如果API設計成這樣 你把那種隱藏的global state都明確的寫出來的時候 那你是不是其實就已經把那個implicit的protocol 把它變成explicit 把隱藏的傳輸協定把它變得比較簡單 當然這個地方你要不要說它是傳輸協定 這個有點牽強 因為這個是object API 它沒有通過網路 但是我現在講的是這個概念上 所以第一個是說 如果說你的API它的code順序 都有global state 抓出來 這樣子 你要為你的使用者想 然後第二個 第二個 剛才第一個 那個是經驗不夠的時候 很容易發生錯誤 然後第二個這個是 經驗太夠的時候 可能會發生錯誤 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常常就是這樣 我們隨著經驗的累積 我們漸漸看到各式各樣東西的設計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人家Sequel這樣設計 人家Beautour 什麼是Beautour 就是什麼 像西語言就是Mac 然後Java可能Aunt 那古早Aunt 然後現在可能是Maven Beautour都這樣設計 我也來模仿它一下 我也來做一個DSL 然後DSL 這個東西一定很厲害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一定有為我使用者想 我看 我就設計一個DSL 而且它的能力是有限的 然後我的使用者 他就是 被我帶進這個DSL思考 然後就是 他就不會 要處理那個很噁心的API 他就是 專心在我的DSL的世界裡面去遊走 然後 這樣就好 可是其實DSL它的問題是這樣 就是說 像Sequel好了 好 我用Sequel舉例 Sequel它有89 有92 然後印象就好像有2000 然後也有2000以後的版本 然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什麼Sequel 還有什麼什麼Windows啊 還有Cursor 那個 就是 通常你去 白板考 或去面試考的 大概都考到89而已 然後 因為 你的面試官可能也不知道 有2000以後的Sequel 那個 就是 那個真的 越來越複雜 這個 DSL 它 如果一開始 設計的時候 就包山包海 它甚至 有那種 回圈的 回圈類似的東西都寫出來的話 隨著實踐的演進 它就會複雜到 變成 General Purpose Programming Language 這是很常見的事情 要知道 其實 以前JavaScript也是DSL 以前西語言也曾經是DSL 這就是 DSL常常發生的一件事 時間 隨著時間越久 就越多功能被加進去 好 那我們再講BuTool BuTool的問題是這樣 就是說 你不要小看Bu的 Bu的這件事 也會 越來越複雜 然後 一旦你把你的介面 做成DSL的時候 你之後要 要進去改 要增加功能 你常常就要寫 插件 然後 你要去延伸 這個DSL功能 所以其實 你考慮到說 隨著實踐的演進 它會越來越複雜 你考慮到說 你只是 例如說你用BuTool 然後 你需要一個功能它沒有 你就要寫一個插件 然後 這個難度 這個難度的時候 你就會重新思考說 嘖 難道說 我們真的 難道說 DSL真的是 最對的事情嗎 其實它的問題是這樣 就是說 其實DSL不是不能用 是你要用 但是你不要用得太兇 然後 這個就是 SQL跟BuTool的問題 就是說 它的DSL 那個 interface超大 所以 以至於說 很多人 他在學SQL的時候 他從來沒有 很少去想說 SQL 它支持這個DSL 底下的API是什麼 SQL它的Information Model是什麼 例如說 你知道 SQL裡面的 Index 它可能是 有好幾種不同的實作 這個其實都是 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你必須知道這個 才知道它的效能特性 好 那 比較好的設計是長這樣子 因為其實 例如說 像 最底下的Information Model 如果說你知道 它底層的 那個資料結構 大概長怎樣 其實對於使用者 它是比較容易想像的 然後你真的提供它 DSL的部分 只要一點點 然後像 DataMix的話 它是 Clojure社群在用的 資料庫 然後它的特性是這樣 它 它是資料庫 然後它當然也有 Write的語義 有Transaction的語義 也有Query的語義 但是它所有的DSL 全部集中在Query裡面 所以它的Write 是沒有DSL的 可是像 Sequel的話 Sequel就 Sequel就很恐怖 就是 例如說 你的Con Me Begin Con Me End 然後 那Con Me中間 就是有Write 又有Read的 然後 總之就是 全部都是Sequel的DSL 可是 像DataMix的話 它的資料庫提供給你的話 其實你會覺得說 它提供你 大部分都是AP 它可能提供你快要20個API 然後 只有其中一個API 特別複雜 就是Query的API 然後裡面有DSL 總之你要用DSL來設計 Interface 這是很進階的技巧 然後 然後 重點就是什麼 重點就是說 你要用的 能少用就少用 而不要想著說 要把它包羅萬象 因為 你今天如果是API的話 API 你想的你是用它的人 你是不是API很容易就可以被 呼叫方去整合在它既有的程式裡面 所以例如說 人家要寫回圈 人家要重複質詢 是不是用它原來的程式寫就好了 原來的程式原來寫就好 它不用說 一定要寫Plugin 寫到你的系統裡面去 好 那再來講一個 這個就 這個就很常見 就是 Restful API 第一個就是說 Restful API 什麼是Restful API 這個 偶差 好幾個定義 大家都不太一樣 那 我現在要探找的是 有問題的Restful API 有問題的Restful API 它是怎樣 它就是說 你就是有一個resources 然後它就對應了 你的database裡面的 某個entity 然後呢 你就是準備什麼 get,post,put 還有delete的語意 好像有一種Restful API 定義是這樣子 然後 我就有看過一種設計說 它提供delete語意 然後接下來 delete語意怎麼實作 它就真的把database裡面的 那個entity delete掉 大家有覺得這樣很 很straight forward 很合理的嗎 其實不一定不合理 但是 我舉個例子 這樣為什麼會有問題 假如說 今天我lawrence 我還活著 那我在我們的 護證系統裡面 我是不是就會有一筆 我的entity 對應到我 然後有一天 那個我進坟墓了 然後那個護證系統 就照這個 這個Restful API 實作 delete 把我刪除 然後我就從台灣的護證系統 那個系統消失了 應該不是這樣子吧 應該是標記為 已經進坟墓 所以 可是我真的在 我實際的經驗中看過很多 很多人設計師 他delete 他就在資料庫裡面把它刪除掉 拜託 你考慮一下 因為 你的軟體是 去反映真實世界 你是尋求真實世界的真實 你必須要 把真實世界的事情可以呈現 然後 你不能說 真實世界叫delete 你軟體就下delete comment 寫軟體不是這樣做 然後再來 這種problematic resource API 它有什麼問題 就是說 如果說 你就是 你的web resources 對應data base裡面 一個entity的話 好 那 這個 我以前年輕的時候 有犯過這種錯誤的想法 就是非常拿意 就是 就覺得說 為什麼我一定要寫 例如說 我今天要 要有那種 一口氣要讀三個entity 然後 要寫兩個進去 然後 我就覺得說 為什麼每次遇到這種東西 我就要重新升一個API 然後讀三個寫兩個 然後 為什麼我不直接 就是expose 這三種entity 然後都是把它restful做出來 然後 以後我的使用者 他就 他就自己用回圈把它湊出來就好啦 為什麼每次都要 他每次有一個request 就是 什麼前端那邊提request 我後面那邊就要做 做得要死 我為什麼一口氣把它做完 然後 後半年都沒有工作了 這樣有什麼問題 其實這樣的問題很明顯 因為 其實 當你在read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同時別人在write 所以 其實 你如果說 這個read 例如說 你讀三個要寫兩個 你read沒有辦法在同時間讀完 或你沒有辦法保證 他在同一個database的transaction裡面讀完 那這就會出問題 所以這個東西當然是要 在 你資料 你要確保他在資料庫的同一個transaction 可是一旦說 你request for API 你就是 單純的讓這個web resources 去expose這個database裡面的entity的時候 你要如何確保說 他們其實是在同一個database consistent state 因為有沒有可能說 例如說 現在是時間 例如說2點0分 然後下一個時間是2點10分 那2點0分到2點10分中間 你database已經寫入一次了 所以它的consistent state 其實是從state1走到state2 然後呢 你現在有一個operation 要讀三個resources 然後寫兩個進去 然後你讀三個的時候 你讀到的其中兩個 是在2點0分的state 然後你讀到其中一個是在2點10分的 那你這樣寫進去的東西是會合理的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是NGIE problem 總之總之 Dressful API就是 我說像這一種的 我剛才舉的例子 這一種的 它會有很多很多系統設置上的問題 然後不太好的 我個人覺得說 我用過覺得相對問題少很多的 好 我們等那個畫面出來 好 他出來 沒關係 我是一個很愛心的人 就是 CQRS 基本上我覺得比較好的設計就是說 你就是把你的API 要嘛就是read 要嘛就是write 就這麼簡單 你不要去想說什麼 那個 你查到的那個什麼 best practice裡面 就想說什麼 post就對應create啊 put就對應什麼 然後delete對應什麼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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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可能 不會那麼有幫助 你記得 設計的原則很簡單 你就是 想清楚 你的Restful API 你要設計 可以 分兩大類 一種就是讀 一種就是寫 大概就這麼簡單 那麼今天 我沒有談到 GraphQL 可是其實 GraphQL 它也有 某種程度也有類似的概念 例如說 GraphQL它如果write的話 就是mutation 好 現在是完全死掉 好 沒關係 我繼續講 然後 再來一點就是說 remote procedural code 它不是一個好的idea 好 這個也是 challenge很多 很多的best practice 因為 我知道很多程式語言 它提供給你的library 就給你RPC的library 那為什麼 remote procedural code 它不是一個好的idea呢 為什麼 因為request response 它是一種 network level 的 在network layer 這個層次的 obstration pattern 可是 procedural code 它是在 application layer 的 所以它其實是不同的 obstration layer 那如果說 你今天 你用remote procedural code 的時候 其實你就是把 network的交換 包含在這個 功能裡面 那這樣子 會有什麼問題 第一個說 如果說 你network斷線 怎麼辦 那你要怎麼樣 去設計 合理的error handling 可以呈現 network斷線 如果你network 是tine out 那要怎麼辦 那delay 要怎麼辦 那 第二個問題 又是回到人 因為 你設計API的時候 你就要為你的使用者 想 然後你為你使用者 想的時候 你給人家一個 看起來像 function code的東西 然後裡面去含了 那個 internet的傳輸 然後它就想說 function code 這不是應該是幾毫秒 就跑完的東西嗎 然後就 remote procedural code 扣完以後 再扣一個 然後它的response time 一定超級可怕 所以 remote procedural code 很容易 誘導工程師 設計出一個系統 with too long response time 好再來 那個 設計API 我們還要去探討說 distributed system issue 第一個是 identpotency key 然後再來是 coupling spectrum 什麼 什麼是identpotency key 就是說 好 這個定義 這個英文很長 好簡單講就是這樣 你一個API 它如果是寫入的 你去想 透過network呼叫的API 它有寫入的語義 那如果你呼叫到一半 網路斷了 然後你不知道它成功還是失敗 你要怎麼做 合理的情況 最簡單 是不是就再call一次嗎 然後如果說你有設計 identpotency key的話 就是說 你在呼叫它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些類似UID的東西 可以確保說 你在重新呼叫的時候 它的語義上還是會正確 那如果你沒有設計這個東西 或者是你從來沒有搞懂這個東西 沒有關係 下一張有一個大絕招 你就不用處理了 你就是跟你的老闆 還有跟你公司的使用者說 都是他們的錯 然後你的公司的網站 進行經理的交易說 交易進行中 請勿暗像 重新載入此類 此頁按鈕 以免重複付款 全部都是他們的錯 不是我的問題 然後你也不要擔心你的老闆質疑你 因為現在為止 台灣很多公司都來這樣設計系統 好的 以上開玩笑 大家還是好好研究這些東西 然後這個就 coupling spectrum 今天很多圖是 我都 我從那個 reference裡面 那些演講借來的 然後這張是我自己畫的 然後如果後來發覺說 這個又是我亂講的 大家請原諒我 然後這是我自己分類的 就是說 往右邊是 tide coupling 往左邊是 loose coupling 然後 object API基本上它的 coupling最緊的 因為 你一定要同一個程式語言 也不一定啦 就是說 closure可以call java的API 可是至少它在同一個JVM上 然後 你往 webAPI以後 你就稍微 透過network 再呼叫 然後 透過資料傳遞 終於不受程式語言限制 然後 如果你有中間有放一個cue 那你就不用去擔心說 彼此執行的速度要一模一樣 因為 你執行速度不一樣的時候 你就cue在cue裡面 然後就是 如果你的cue有夠長的話 你就是 後面的人就慢一點 然後甚至你可以 forward back pressure到 那個produce端 他就說 好慢下來 cue都滿了 不要再一直丟訊息過去了 然後如果說 你用了類似那種 log的operation的話 你就設計成 reactive system 然後你 produce端 丟message過來 consumer可以有好幾種不同的 domain logic 然後這邊沒有rpc 因為我覺得rpc是不合理的設計 好 然後什麼時候要 你在設計一個系統的時候 什麼時候要引入一個cue 好 這邊就是 那個 好 有 有效勢了 沒有關係 重點就是說 你如果想要讓 producer跟consumer 他們速度不一樣 然後你想要讓 producer知道說 什麼時候consumer已經吃不下了 可以有backpressure 讓他知道說 停一停 不要再這麼激烈了 好 然後就可以 make better use of computational resources 然後 我剛才講的logoptration 就是卡夫卡 那卡夫卡 你當然可以當cue使用 這是第一種用法 那第二種 他 設計者 當初設計他的時候 就是設計他為logoptration 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張圖 現在這個在解釋 卡夫卡 還有logoptration 就是說 一般來講 cue的話 你cue裡面例如說 有三封信 然後你就是 你在 你生產者 是不是生產這些message 到cue裡面 然後消費者 就是在這個problem domain 你可能有 A processor B processor 去處理 那你是不是 第一封信被A拿去處理了 這封信是不是移掉了 然後接下來處理第二封信 然後或者說 A的速度超快 一口氣吃掉兩封信 然後B就拿到第三封信 這個是 這種處理方式 基本上是命令式編程 為什麼呢 因為 你這個東西 原章要只讀一次而已 好 那我們來看什麼是反應式編程 reactive programming reactive programming的話是說 你上下 上面這邊也是A 然後AB A跟B 下面這邊也是 processor A跟B 但是它可以讀兩次 讀三次 讀四次 什麼叫讀兩次讀三次讀四次呢 就是說 這邊有三封信 然後上面的那個區塊 它就是從第一封信讀到第三封信 下面的這個 也是從第一封信讀到第三封信 它不會互相影響 它就是可以重複讀 那這樣什麼意涵 基本上 如果是上面這張圖 是Q的話 原則上 你 processorA跟 processorB 就要做同一件事 好 例如說 你這邊 可能說生產者 他就說 他丟了Message 進到Q裡面 然後你收到Q 你要做的是什麼呢 就是發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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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跟B 都是發Email的功能 好 可是如果是 是這種的情境的話 就是說 可能 這個X這個虛線區塊裡面是發Email 然後Y裡面 它可能就是 發簡訊 它可能是這樣子 簡單說 就是說 Reactive Programming的話 是說 你就做到了這個 Domain Logic的結合 然後 這邊是同一種我剛才講的 基本上 你 你用 Web API的話 你就是 說 你終於 不用綁定特定的語言 然後不用綁定同一隻 就是 process 因為 你從 process A code process B 通過一個網路 然後你用Q的話 因為 你中間有個buffer 所以你就是 速度不一樣也沒有關係 你用Log的話 已經進入了 reactive編程的領域 然後你就是 可以不用說 只有一種Domain Logic 你要好幾個也OK 好 我時間是不是快沒有 不好意思 好 那Error Message Design的話 基本上 你就是記得說 你不要為 你的使用者 如何使用 你Error Message 為他做太多假設 好 看一個不好的 exemple 這個 的問題在哪裡 倒數第三行 出錯的時候 你就是 print 把這個Error 用字串print出來 好 那 這就 做太多事了 不要做那麼多事 什麼叫做少一點事 就是說 你如果出錯的時候 然後 在第六行 你把它用 類似那種 JSON的形式 丟給caller 然後 你再設計一個 函數 叫Error Report 就是 可以對這個Error 做format 那你使用者 在使用你的 這個Error Message的API 的時候 它就是說 好 如果我今天 我拿到這個 JSON形式 的Error 好 那我可能可以用 E-mail把它發出去 我可能用 把它print a string 然後 或者我可能需要把它送到 那個 什麼 Electric search 之類的資料庫 我要做一些處理都比較簡單 因為你不知道你的使用者要怎麼用啊 你為什麼要把它變成字串呢 好 再來 那個 你的Error要怎麼處理 那Error 這個應該是大家認得啦 這個Java的物件 那個分類 然後有一種是說 好 你Error就是 對它做行別 就 訂很多人做行別 然後不同的行別 就有不同的意涵 然後你就透過 這些行別告訴 然後收到這個Error的人 就說 這個 我大概知道這是幹嘛 然後還有一種是說 呃 就是HTEP 這應該大家認得 就是說 1XX 2XX 3XX 通常我 最常見應該4XX 5XX 4XX就是 呃 那個使用者的錯嘛 5XX就是我的錯嘛 好 那如果 這樣子呢 好 那這個 這也是從 某個Conference裡面借來的 然後它的概念是講說 你設計ErrorMessage的時候 你把它分類 然後你把它分類的類別 你不要說 呃 就是分 我的錯跟你的錯 這樣子 你把它分成說 你告訴使用者說 使用者 他拿著Error 他是不是要做一些決定 然後你就幫他把決定做好 然後例如說 你 你 他可能是說 Unavailable 那你就知道他要做什麼決定了 所以這就是根據 使用者要做的決定來做 來分類 那你是不是 為你的使用者設計 你的使用者就會覺得 ErrorMessage 告訴他很多事情 好 結論就是 API Design不簡單 那記得分清楚 什麼是Purpose 什麼是Implementation 然後迴避一些 常見的Bad Practice 然後想清楚 你 底下運作 你周遭運作 分擔心系統 然後還有設計好的ErrorMessage 謝謝大家